本期话题,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遇刺,诱饵被击穿 为了以防不测,拜登紧急暂停所有外出活动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参与竞选集会时遭遇了枪击 根据直播画面显示,特朗普的诱饵部位有明显的血迹 美国特勤局的官员向媒体确认,特朗普在此次事件中安然无恙 随后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他被子弹击中了诱饵上方 感觉子弹似乎只是擦过皮肤,但目前尚无关于枪手确切信息的公开报道 宾夕法尼亚地区的检察官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导致至少一名观众身亡 美国的执法部门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暗杀未遂,并以将其作为刺杀案件进行调查 多个执法部门透露,枪手当时可能位于集会场地外的一栋建筑物上 初步判断其为狙击手,而该枪手已被特勤局的人员击毙 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称,已了解到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遭遇枪击事件的相关情况 并对特朗普没有发生不幸表示祝贺 还强调美国绝不容忍此类暴力行径 而拜登的竞选团队宣布,为了防止拜登也出现意外 暂停拜登接下来的所有外出活动,并会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从结果来看,特朗普很幸运 如果枪手瞄准偏离几厘米,那特朗普的生命安全可能就会遭遇重大变故 对于袭击者是谁,又为什么袭击特朗普 这些都需要等待美国方面的调查 但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件事的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 枪手是不是受人指使 事情发生后,美国国内迅速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特朗普自导自演,再一个就是拜登买凶杀人 为了除掉竞争对手,不惜采取这种方式 先来看怀疑拜登的说法能否立住脚 虽然拜登谨慎起见暂停了自己的竞选活动 还撤掉了自己电视竞选的广告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如果特朗普受伤后 拜登还在大肆竞选,很容易就会把矛头指向自己的身上 一旦在这场刺杀行动中,拜登成为了受益者 在宣传上领先于特朗普 共和党人和支持特朗普的民众 势必会利用舆论向拜登拖脏水 而拜登暂停活动,减少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存在感 何尝不是自保的一种方式 否则,趁着特朗普遇刺 拜登大可以增强自己的宣传力度 争取摇摆周的支持 拜登现在的行为,何尝不是在变相证明自己的清白 据现场目击者表示 在枪响前的数分钟 有人目击一名男子携带步枪 站在集会地点附近一栋楼的顶层 尽管如此,特朗普的演讲仍在进行 无人将其从讲台上代理 不久,会场外传来无声枪名 但由于屋顶的斜坡影响 警方未能迅速锁定,枪手所在 随后特勤人员赶至屋顶 成功将射手击毙 另外,特朗普的陈述 与宾夕法尼亚州警方的初步调查结果存在差异 警方的报告指出 特朗普并没有被子弹直接击中 而是被子弹击中提磁器 产生飞箭的玻璃碎片所伤 但特朗普将事件描述的则更为直接 他声称自己遭遇了子弹袭击 特朗普遇袭后还在台上高声大喊战斗 特朗普还夸大事件 非说是子弹穿透了他的耳朵 表面上看有一种自导自演的迹象 为的就是显示特朗普在面对危险时 从容不迫的坚定态度 但实际上 特朗普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一旦枪手真的打中了特朗普的脑门 岂不得不尝试 目前来看 这件事情应该早有预谋 7月4号 英国BBC的主持人 曾鼓动拜登 采取暗杀特朗普的行动 当前各方都在试图 与这一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避免可能的法律责任或生育损害 同时事件的后续发展 仍在不断推进中 新的信息和细节将持续涌现 但枪手已经被击毙 事件同肯尼迪遇袭时一样 此无对证 无法探查出内幕 不管真相如何 美国联邦调查局 肯定会把罪名 全部扣在死亡枪手身上 说是他不满特朗普 所以才策划了这场 蓄意针对美国前总统的谋杀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的形象 在美国民众心中 已然成为了一个 敢于直面政治暴力的英雄 就连美国知名企业家 马斯克公开为特朗普背书站台 事件发生后 美国特斯拉公司的老板马斯克 在其社交媒体中 连发三条力听特朗普的言论 还将特朗普与罗斯福相比较 称他们二者 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坚韧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也对特朗普集会上出现的 枪击事件予以发生谴责 他表示 美国的民主制度 无法容忍政治暴力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我们都应当 为特朗普未受到严重伤害 而感到庆幸 并且在此时重新强调 政治上的文明与尊重 毫无疑问 这充分折射出美国的两党政治 以及社会分裂 已然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通过正常的选举 或者政策改变 来表达诉求的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部分人的需求 所以才会发生 严重的暴力袭击 乃至暗杀这类非法且极端的事件 美国有必要重新审视 自己的民主政治了 在未来说不定还会发生这种国家领导人 遇袭事件 经历了这次惊险事件之后 特朗普肯定不会轻易放过 一定会全力以赴 揭露幕后的真正操纵者 他可能会利用这次事件 来大家宣扬 以此赢得更多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拥护 塞翁施马 胭脂非福 看来在这次事件之后 特朗普成功赢得美国总统宝座的可能性 似乎又有所提升了